熟悉我的朋友呢 大家都知道 我是在这个澳洲的一个基金里面工作 那么最近呢 和几个朋友也聊了 美国股市上的一些各股的选择问题 几个听了我的建议的朋友 都最近收益是非常好的 那么朋友们呢 最近又说让我接着聊一下 这几只比较熟悉的股票 也是大家翻来覆去经常做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就简单的说两个股票吧 一个还是说一说 就是跟大家之前谈过的这个特斯拉 另外一个呢 还说一下花旗银行 那么先说一下这个特斯拉啊 昨天呢 这个美股整个的工业板块呢 都在翻红 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呢 昨天是跟着涨了一些 但是涨幅并不是这个非常大啊 这个是在2%的一个涨幅昨天 那么你看到过去几天呢 实际上特斯拉还是比较稳定的 就虽然它有一些波动 但是它这个波动呢 相对于本身的这个volatility来说 就是特斯拉本身的这个波动特性来说 还是非常小的啊 因为最近它的这个新车型的发布 还有在不是新车型的发布吧 算它这个升级款 电池的升级款啊 也是高级款的车型的发布 还有它在于中国的这个降价策略 所谓的这个model S 降了三万块钱吧 在客户当中呢 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老客户呢 当然是不愿意 新客户呢 表示就是说买这个model S呢 比买那个audy A4还要好 还要便宜对吧 why not 只有北方的一些客户 表示可能就是潜在客户啊 表示冬天的时候 这个电池的 这个功率衰减 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南方呢 实际上是毫无压力的啊 尤其是在这个广东 广西 福建 一些区域 潜在的客户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最近的 它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 一直是在400到404之间 因为它做了这个分拆股之后啊 是在400到404之间 那么我们还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建议啊 特斯拉呢 毕竟它是一个高波动的股票 那么在大家呢 就是它有一个范围嘛 就是如果你看到 它的这个下跌 一旦到了370 360 你就不用怀疑 果断的就可以买入 是吧 我一直在跟我的朋友圈里的这个 听我频道的人在说啊 就是 你如果都不给你的朋友建议 你还做什么分析啊 对吧 就很多这个博主一直在说啊 我不是给你建议 我不承担责任 对吧 当然我是不会承担责任的 但是我 我是就说 我给你建议 风险你自己担 对吧 你你什么都不建议 你说了半天啊 说它可能涨 可能跌 这就是一堆屁话 没有用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呢 还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我就是观点非常直白 是什么观点 就直接说啊 那么我们还是依旧延续这个风格 在这个370 360的一个范围啊 大家是绝对可以买进的 那么只要它到了420 430 就是一个卖出的范围 这个波动呢 你看最近的这几个 几个小的这个cycle啊 就是叫周期性的 就是我们叫短期的cycle吧 就是中短期的这个cyclic pattern啊 就是这种周期性的特征 你看到最近的两个半吧 两个半cycle都是呈现这种区间 区间波动的这个特征 上次呢 我也是跟我的几个朋友啊 就是经常听我频道的几个朋友 一起都是在360 360多美金买进去的 然后持有了一周多两周多 两周的不到 我持有了是大概是两周 那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点 卖出去的对吧 所以呢 就是看个人 我的建议还是在370可以买 420多就可以卖 对吧 至于加不加杠杆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 这是第一个 这个特斯拉最近这个波动呢 呈现出这种区间 区间就小区间了 你如果往以前看的话啊 它都已经算很小的这个区间了 波动的范围 因为最近它公司相对来说 这个估值呢 是相对来说稳定了一些 因为我们几个常联系的投资银行 这个投行把它的这个估值呢 大概就放在了400美金左右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给大家的建议啊 你就是在367买 400而卖 因为它有一个波动范围嘛 所以这个正常的估值是在400美金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这么拆股 对吧 你本来2000多 是吧 这个一拆五 结果就变成了400 就它的这个特斯拉本身的一个预期 之前是2000嘛 现在就是400 所以在400上下 就是这么一个波动的范围 大家就是果断要盯住这个股票 只要到了367 你就不用怀疑了 当然了我们希望它超跌嘛 是吧 我们希望它跌到323 312 这是最好的啦 这个机会就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你一定要抓住啊 你这个机会只往前看 也就是在两个月前 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吧 到了8月中的时候 才跌过跌下过320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是很难了 是吧 你不要说一直等它跌到320 330去买 这不太可能了 最近的这个波动区间 另外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花旗银行啊 花旗银行呢 也是我之前一直在 我一天之前啊 一直在这个频繁的买入买出 但是这个银行股 大家是知道的啊 银行股呢 这个波动相对来说是 短期比较小啊 长期的话还是跟随这个经济热度波动是比较频繁的 短最近呢 因为花旗银行的这个财务官出来讲话 是吧 这个大的趋势下跌的这一波 就是因为他的财务官出来讲话 他说花旗三季度之后 整个这个盈利并不好 因为二季度他赚了一些钱 并不是从实体经济当中赚的 是因为花旗做了一些头寸 他在金融市场上 自己操作的这个资金赚了一部分钱 那么他他所以二季度的这个财报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 那三季度呢就不太行了 所以他之前呢就是出来放话嘛 说他们三季度的这个表现并不好 在这个八月末就就给大家就放出了这个风声 那么后来呢就经历了一波下跌 下跌了大概三四天之后 我就跟朋友们建议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买进来了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跌到底啊 那时候是跌到43 44美金是吧 那么现在呢他又反弹到了这个 昨天吧 昨天到了44.9美金 今天的盘前呢又进行了一些上涨 每个人呢你都不要期望着 你能够在底部买进 你比如说这个41美金 这个你可以增仓 但你不要说你所有的这个头寸都能够在最能拿到最底部啊 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呢对于花旗银行 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呢 反弹 大家其实都可以预期的 这个呢 我们正经真相 节目已经在前面讲了很多次了 是吧 反弹呢就是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随着经济的反弹 这个花旗银行的表现一定会非常亮眼的 大家就等着看吧 是吧 因为花旗他的这个财团背后的 金融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我一直在我的节目当中说 如果你没有什么信息 你就不要出来瞎讲 是吧 你没有信息 你只是分析表面的这些东西 你能分析 别人也能分析 你只做technical analysis 没有任何意思呀 我看看这个图表 画个这个MACD交叉 是吧 你能做 别人都能做 我为什么要来这讲这个 我是不会讲这些东西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是不会讲这些东西的 是吧 不会给大家讲这个技术指标啊 哪里交叉了 哪里是底部买进啊 什么阶段性高峰 这个我是不会讲的 我只会从这个基础面 结合一点点技术啊 给大家来进行分析 同时呢 有内部信息的 我尽量会告诉大家 在金融圈子里面 在投行圈子里面 大家是怎么对这个股票呢 进行估值的 对吧 没有内部信息的 干脆这股票 我不懂 我也不讲 是吧 没有意思 那么花旗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在四十二三美金 绝对是可以买进的啊 大家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大家是可以看去看吧 今年的这个花旗的分红 还是可以的 你即便是在四十多美金 拿是吧 你每年的这个 就按照今年的回报 也有百分之二多 百分之二多 百分之三的一个回报 那么你今年呢 就算是你持有着 是吧 你也亏不了 他就算进一步往下下跌 我告诉你 他是一定会反弹的 我的节目不会像别人一样 说哎呀 万一他不反弹了 怎么怎么样 是吧 我可以告诉你 不会的 他这个一定会反弹的 美国的这个 这一轮的疫情呢 也完全是 大家看似是不可控的 实际上 整个的这一切 都在白宫幕后的主人的 这个影响之下的 大家就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10月1号 10月2号的节目当中 在川普 第一时间在他的推特当中 宣布他生病的时候 我就说大家不要担心 这这绝对没事 这一切都在川普的掌握之下 川普会吃特效药 川普过不了几天 一定会重返白宫 是吧 进行选举 并且会赢得选举 他是超人一般归来 我当时就说了 我不像那些什么 财经冷眼 什么江峰 这些瞎忽悠的是吧 因为你看他们都是说 好像这个川普就要不行了 然后川普不行了 会对中国宣战了什么的 这都是瞎逼逼的 我跟你说 所以这个 大家不用担心 也就是说 对于美国经济 大家看起来实际上好似 就是美国的经济都在一片混沌当中 从经济到疫情到政治当中的两党纷争 但实际上我可以告诉大家的一点 就是说 在这个混乱的背后实际上是非常明晰的信号 就是经济的反弹是可以预期的 实体经济的反弹必然会带来金融市场的繁荣 那么金融市场呢实际上会走在实体经济的前面 大家可以预期的到11月之后 这个花旗银行实际上 就是根据我们和几个朋友的一些分析 就是花旗银行反弹到50多美金 甚至50大级美金60美金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这个话呢 我今天放到这里 11月末的时候我们再来看 我一直在跟大家说 凡是不做回头验证的预测 都他妈就是耍流氓 如果你看财经冷眼这种瞎逼逼的节目 他从来不敢去回头验证 是吧 他一直在说什么中国房价要崩溃了 要暴跌了 你他妈都说了两年了 暴跌了吗 对吧 暴跌了没有 这种人呢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那么我会经常给大家翻 往前去翻一翻 我之前做的预期 做的这个预测是吧 对还是不对 不对了我会说我错了 是吧 我道歉 然后当然你不要指望着我负责任的 你赔钱了不要跟我说 因为你自己的头寸 你自己把握不好是吧 这是自己的问题 那么我今天的建议呢 对于这个特斯拉和花旗 这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其实特斯拉不光是特斯拉 就是特斯拉它代表的是一个 整个新能源的一个趋势 这种趋势呢 可能在其他国家 大家看到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卖一些 但是在于中国这样的行动非常快的国家 在这种高校政府的驱动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变化是很快的 很多的大量的充电桩 就是以特斯拉为标充电 接口为标准的这种充电桩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中国的这个一二线城市 已经快速的在建立了 是吧 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当时是敢于大局进军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特斯拉就是也已经完全评估了中美贸易战 甚至中美在未来的政治冲突当中 可能会逐渐加剧 是吧 也有可能就是说 华夏战争的边缘的话 特斯拉可能会 就是说你的投资 在国家战略面前 可能就美国就不会考虑你了 对吧 牺牲你也不在所不惜 但是呢 特斯拉即便面临这样的风险 也敢大局进军中国市场 他当时是和中国的国家主席 特别是和中国的这个总理 都是一手谈的 因为当时他到中国开场的时候 特斯拉车直接都看到了中南海里面 是吧 李克强给他做的这个开门式 那么他之所以敢这么做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给他大量的支持 是吧 强力支持 所以大家会看到啊 特斯拉在中国的这种充电桩 和整个配套设备 以及这个工厂的建立速度之快 是吧 是大家难以想象的 在其他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以特斯拉 我说这么多啊 我说回来 就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整个电动车 在中国的这种蓬勃兴起 已经成了不可阻挡之势了 这个 包括未来啊 未来当然都还完全的没有盈利的情况下 大家就已经看到了他的这个股票 这种涨势是吧 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 当然未来的这种 股票价格 同他公司实际应有的估值之间的这种偏离 我们会在下面的节目当中谈 不是今天要谈的 那么今天呢 就是我对于这两个股票的这种 跟大家的分享 先讲到这里 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留言 如果你有什么感想 或者有哪些你想了解的板块 或者个股 我们都可以聊 但是我主要还是跟大家说这句话 我主要看的还是就是这个大的蓝筹股 非常小的一些股票或者板块 我自己的研究也不多 操作也不多 并且我们这个几大基金也 平时也不会去增持这些非常小的股票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